金碧辉煌的庙宇 夏天热辣的海岛 繁华热闹的都市 这就是微笑国度 泰国 迷人的热带风情 以及独具特色的旅游业 泰国就像万花筒般 不断展示出各种撩人姿态 让游客对它着迷 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更是它的重头戏 2017年 到泰国旅游的海外游客 增长9%左右 达到3538万人次 这已经是超过泰国人口的一半 当中中国游客的增幅最大 增长将近12% 而泰国政府预计 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6% 10年前 大部分前往泰国的游客 以欧美背包客居多 随着中国高端旅游业的发展 来旅游的富裕阶层就越来越多 日本和韩国的游客也大幅度增加 西方国家的游客对泰国更是赞不绝口 人们来到这里为食物和文化 它是非常友善性的 如果一个游客来到这里 第一个印象 是欢迎光临 所有味道的味道 因為食物是很棒的地方 今天是最美麗的地方 讓我開始 有美麗的風景 溫暖的海 有美麗的食物 特別是誰 像我吃的麵 有美麗的食物 香脆,醬汁 有美麗的人 有美麗的浴室 所以 有什麼需要多錢 只要讓旅行長久了 恆波的旅遊業 讓泰國政府 賺取不少外匯 去年旅遊收入增長12% 超過2246億令吉 而今年預計 可吸引超過3750萬人次 遊客到訪 收益有望達到2500億令吉 雖然這一切有利於經濟 但是旅遊業的迅速發展 不禁讓人擔心 這將導致城市地區過度擁擠 或者是島上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 泰國政府也已經在這個月起 關閉麻雅灣長達4個月 以降低人潮對當地環境的衝擊 NTV7綜合報導 NTV7綜合報導